一个年过八旬的精神小伙正骑着二八大杠 在拼盘上滴溜着直转 看起来挺酷的 就是下雨天不能骑 要不然屁股上甩的都是奥利给 别看这个八旬的大海 却正在跪舔芳华十八的公主小美 虽说帅气的死皮赖脸让小美有所心动 可是小美的弟弟小珊知道她不是个好人 就劝小美不要被她外表所骗 关了美颜 那就啥也不是 于是就强行把小美给带走 而他们的谈话却被大海看在眼里 他绝对不容许这样的障碍存在 于是就拿出卡片写下小珊的名字 让手下交给了中间人 想方设法用决斗的方式杀害小珊 大海就是那个幕后的雇主 稍有对他不利的人都惨遭他的危害 而强哥所杀的那些人都是大海命令的 他利用强哥干掉了反对他家族的贵族 强哥以前真是个中卫 却被大海陷害而永远被剥夺世袭贵族地位 并且被鞭子打9999.9下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没想到造化弄人 现在居然是在给大海办事 还冤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贵族 大海这次还是让强哥和小珊决斗 却不知道强哥早就洞悉了一切 他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随后就找到了小珊 并向他下了战书 这时的小美知道此事 很快就找到强哥让他撤回战书 没想到强哥根本就不理会 不邪的小美又去找大海 让他想办法把这事给压下来 殊不知这正是大海的意思 只要小珊在决斗中隐恨西北 那他就能得到小美 顺理成章就得到小美家族的财富 但表面上假装一定会亲自把事给办好 这就更让小美心动不已 很快 他们的决斗开始了 却没想到小珊进场时小心一慌 双腿一软 直接就摔倒在地 一个不小心枪又走火 决斗的子弹也就没了 这时旁边的裁判告诉小珊 他也是大海的人 这一系列都是他们的安排 小珊的枪意外走火 决斗中被强哥干掉 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而小美也指挥女儿强哥 大海则迎娶小美走上人生巅峰 猛逼的小珊瞬间的猛逼 怎么也没想到人心这么险恶 而现在枪里没有子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杀了自己 不出意外必定会发生意外 强哥酷吃就是一枪 直接就打在小珊的手枪上 子弹反弹直接就射死了旁边的裁判 猛逼的众人瞬间就压麻呆住了 看不出这是什么个骚操作 而强哥却直接向大海提出决斗 没想到大海也认出了强哥 并告诉他不再是个贵族 而是个拿钱办事的狗 他也没必要降低身份和他决斗 而这时的小美也醒悟过来 感谢他没有杀了小珊 同时从小珊口里得知 决斗中被强哥所干掉的几人 都是大海的债权人 本来要联合举报他的经济犯罪 反倒被大海阴谋给杀了 他们一商议 既然强哥没资格向大海发起决斗 那就让小珊挑战大海 并趁机杀了他 于是就训练小珊的各种射击技术 却没想到大海派人来干掉强哥 而就在这危急之际 小珊冲了过来 反而被杀手给活活砸死 也许是同仇敌开 小美和强哥也成就了好事 并依靠小美的财富 获得了贵族的身份 于是就有了和大海决斗的机会 这时的大珊走了出来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大海抢先开枪 强哥却一点事也没有 随即也开了一枪 大海直接倒地 当场就隐恨西北 强哥虽然没夺子弹 但被母亲的胸牌给挡住 强哥和小美也过上了 不可描述的幸福生活 影片到此也结束了